各位中三的同學好 我們在中三的第一課 我們會學習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重點都是因式分解 英文就是Fertilization Fertilization 或者因式分解 其實大家不算陌生 因為在中二的過程 你們是學過 以及在暑期作業裡 即是我們給大家的暑期功課 都會上Google Classroom 你們會發現 我們都是為這些課 去做些準備 之前大家學習了 一些因式分解的東西 或者是Fertilization 首先我們要重溫 甚麼是Fertilization 舉個例子 之前同學都會學過一些公式 例如有些同學 應該會記得A-B的二次 等於A的二次 背色 減去2AB 加去B二次 這些我們叫做 恆等式 或者是Identity 我用這個做例子 甚麼是因式分解呢 如果我們由左去右的話 留意我們做的過程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把括號的二次 打散 或者過程 其實它牽涉到 就是它把 這裡 我寫詳細一點 其實它的過程 就是把 A-B的二次 變成A-B 成A-B 等於A的二次 這個成A 這個成B 減去AB 再減去BA 再減去B 成B 即是加B的二次 好了 平時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覺得很自然 你是把左手邊 左手邊的東西 由A-B的二次 括號的二次 變成做 經過一些步驟之後 去到這裡 這個過程 我們叫做 展開 展開 或者我們叫做 Expand 英文 展開 Expand 好了 我們把這個 拆散掉 其實拆散掉 大家其實是很舒服的 因為 不斷把它承來承去 就可以了 拆開它 但是Factorization 是不同的 那麼Factorization 是怎樣呢 理論上就是 把過程倒轉 就是從這裡 我們要回 括號的二次 這個步驟 我們要回到 我們叫做 Factorize 或者 我們叫做 因式分解 好了 精神是怎樣 什麼叫做 因式分解 其實 因式分解的精神 就是 我們想 將一塊 比較複雜的東西 整理它 變成 一些 括號 乘括號 乘括號 而每個括號 都已經沒有東西 再抽出 這個 是關於 因式分解 所以 這裏可能會講多一些 實質的計算 例子 譬如說 什麼叫做 因式分解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一些 真是 給你一條數 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 本身可能是 2X 加4X 2Y 然後 再加6X 2Z 這樣 這些東西 是散修修的 散修修的 我們想 如果題目叫做 Factorize 或者因式分解 這塊 要做的就是 我們終極目標 希望這些東西 變成 固號 是他們用一個 成的關係 去表達 一個成的關係 我們怎樣做到這個目標呢 有些策略 稍後再詳細說吧 但現在 例如你看到 2 4 6 有些可以抽 可以抽個2出來的 X X二次 也有個X 這個也是X 所以抽個X出來 好 這個叫2X 然後 括號 裝一些 正如物資 正如物資 是什麼呢 2X 抽了2X 只剩1 4 第2個東西 加好跟進去 4 抽了2 4 抽了2 就還有個2 在這裡 X二次抽了X 還有一個X Y就沒有 繼續留在這裡 好了 加去 6抽了2 6是2乘3 抽完2之後 還有個3 X抽了X 沒有東西 2Z 只剩下 這一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Factorize 或者叫因式分解 為什麼這麼緊要呢 一開始就要說 究竟什麼叫因式分解呢 就是因為 原理就是 有些同學很有趣 做一下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去到做完 因式分解之後 就覺得好像還沒做完 做多一點 然後再拆開它 所以有些同學 做完之後就變成這樣 這樣 即是 它中間又不是說 你不可以說它完全不懂 但是它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將題目抄多一次出來 所以 記住了 不是做這件事 因式分解目標是 希望做到 括號乘括號 OK 括號乘括號 一個括號 兩個括號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了 我們說回一些策略性的東西 策略性的東西 策略性的東西就是 我們怎樣處理 因式分解的策略 記住了 我的做法是有些次序之分的 我教過一班都明白的 是有次序的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有得抽就抽 抽公因式 當然了 什麼叫公因式呢 一會兒去到一些例子再講 其實之前大家都學過少少的了 這份呢 所謂的筆記 其實就跟你們的書的練習 的exercise 那些 那些的例子和例子 是一樣的 OK 所以你要參考 的話 可以參考你本書的例子 等一下我會 將那個例子 再做一次出來 給你看 始終看片去做 和你看到一個現成 已經是完成了的答案 是有不同的 我講例子中間 我會有解釋的 好 第二 接著就是 平行 平行 即是 分組 因為書中說平行 但我喜歡說分組 第一個策略就是 抽東西 第二個策略就是 分組 或者grouping 有次序之分 有得抽一定要先抽 如果 舊東西 都有得抽的話 是要先抽 好 那麼 分組 就要看 分組什麼時候分呢 就是 如果有四個東西 你要做的東西 有四個東西 或者以上 或者以上 你就要分 如果四個的話 假設真的是四 有四個 四個 四項 什麼叫四項 舉個例子 上面這個 我們就叫一項 兩項 三項 這個叫三項 四項 你應該明白了 就自然在後面加多一項 如果四項的話 你有兩個策略去做 一是幫它分組 三加一 一是幫它分組 二加二 兩邊都有可能的 要自己判斷 第三就是用恆等式 恆等式 恆等式就是你學了的 一 二 三 OK 有沒有留意 第二 第三 和你平時學的 有一點點不同 你平時學 是由 是這樣寫的 A加B的二次 等於 A二次加2AB 加去B二次 OK 為何我這麼刻意地寫 就是 你要留意 我們現在說的 因式分解 Factorization 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 要用一些工具 一些含等式 是它能夠做到Factorization 即是說 你看清楚 左去右 這個是Factorization 括號括號 左去右 這個是Factorization 左去右 Factorization 左去右 都是Factorization OK 如此類推 行嗎 這幾條式 我不特別去證 不詳細去證 因為你只要把右手邊的東西 全部拆開 剪開 就已經可以了 那麼 第四、第五條式 我功課沒有包含 因為它是比較深一點的題目 你待會看一些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我要怎樣用 當然 首先就是這五條式要背到的 OK 好了 說了 有供應式 第二個方法是分組 當然 很有機會有時候它會混合模式 即是它們的技巧會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行等式 最後有一個新學的 就是十字相成 假期期間也有些同學問這個 十字相成 說真的 是需要一些時間去訓練 數字的感覺 好了 去到第三部份 其實是一些 給大家自己挑戰自學的東西 這裏如果 譬如說 你的科目老師可能有時間 都會和你看 沒有時間不要緊 你自己去看一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純粹就是講解 這些這樣的行等式 其實跟一些圖形有些關係 OK 到時你會看到 譬如說 老師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你就自己去QR Code 所掃 或者是按一下它 就可以看到 挺有趣的 不長的 幾分鐘 三分鐘左右 就已經完成了一個 有些是快度 一分鐘左右 你可以了解一下 原來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回 所謂的行等式 OK 我們正式去一下 例子 這些例子 我是跟回書裡面 即是說 你看到書的例子一 就是這一條 OK 好 第一個 課字 就是用抽公恩式 和拼項 即是分組 即是grouping 和 take out common factor OK 當然 到最後做數 是不會理會 不理會你用什麼方法 有時候你用到 另一些方法 是不理會你 總之你做到就可以了 OK 譬如說 我們要因式分解 下面的兩條題目 首先要判斷一下 記住 我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 是在說抽公恩式 抽公恩式 說些口語一點 讓大家容易記一點 抽公恩式 第二 就是分組 第三 就是行等式 第四 就是十字相成 一定是走不出這幾個方法 OK 譬如說 8A 即是第2A 8A2次 -6A3次 B加2A 要檢查 順序檢查 第一個檢查 有沒有公恩式 逐個檢查 8 6 2 起碼有 可以抽的 所以我們要先抽個2 數字上 2 然後 2乘4 2乘3 2 第二 還有第二個 就是 A2次 A3次 A 起碼我都有個A 對嗎 我們只是鬥小 A1次 A2次 A3次 我們抽個A的一次 好 然後就補鑊 其實 同學 你不用想定 括號裡面放些什麼 你才開始做數 你記住 做數過程 你要邊走 就去邊應變 你抽出來 就必然 2A抽出來了 8A2次 剩下什麼 8 抽了個2 8除2 剩下4 A2次 抽了個A 剩下一個A 減好是跟 6 抽了個2 剩下3 A3次 抽了一個A 剩下A2次 B 沒有抽到 2A 整個抽出來 不是沒有 還有一個加1 這樣就完了 這個是A 接著到B B B 也是同一個情況 -3 記住要抄題目 你做功課也要 因式分解 當然需要抄題目 好 那你抽了 抽什麼呢 抽個-3出來 一定有 -3 -6 -9 -3 先抽出來 好 接著 M 對一對 M有一個 這個M二次 這個M 那我抽個M 抽最小的 一次 然後N 都有 N N N二次 又是抽最小的 那我抽個N 立刻下括號 不用想定裡面有些什麼 先下 先下 -3 MN 抽出來 抽完 只剩下1 -6 抽-3 小心點 正2 只剩下2 只剩下2 M二次抽了M 只剩下1個N N 抽了N 沒有了 後來-9 抽了-3 只剩下正3 M 抽了M 沒有了 N二次抽了N 只剩下1個N 好了 這樣就完了 最重要是檢查一下 就是 括號裡面沒有東西可以再抽 什麼是有東西可以再抽 譬如說 如果你的答案是這樣的 3MN 4A 加2B 這樣 那你呢 4和2 是否可以再抽2出來 這些是抽得不乾淨 OK 所以一抽就要抽到最盡 OK 好了 這是例子1 然後是例子2 開始複雜少少 也不是很難的 它就說 4A二次 B減C二次 加去8 C減B二次 先抽個題目 B減C二次 加去8 C減B二次 等於 好了 抽東西了 逐項 首先就是 4 8 抽個4 OK 因為4 你肯定 譬如說 8等於4乘2 即是有個4在裡面 先抽出來 好 接著再看 A二次 咦 這裡沒有 即是說 不用抽了 這個不要抽出來 然後 B減C二次 C減B二次 咦 這麼熟口面 究竟行不行 如果 記住一件事 它是雙數的話 A減B二次 是和 B減A二次 是一樣的 要證明很容易 原因就是 A減B 是否可以寫成 負 B減A 是不是 你拆回去便知道 負B 然後負負A 便是正A 正A減B 二次元 負的二次 沒有了 即是正 這是 B減A的二次 所以其實 這個 結果 你可以經常記在心中 可以使用 隨時可以使用 B減C的二次 等於 C減B的二次 即是等於 有個B減C的二次 是一樣的 好 然後 立即落中固號 那 剩下什麼呢 就是 4抽出來 B減C的二次 只剩下A二次 好 接著 8 抽了4 只剩下加2 是不需要改正負號 所以 後面的東西 就是這麽多 A加A二次加2 小心點 A二次加2 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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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色分解那條色的 即是你不要想著 用恆燈色 A二次加2 是沒有的 好 然後 9A 2X-Y A二次 減3A Y-2X 又是 我們慢慢做 這個就是 小心點 9A 3A 好 9和3 起碼可以抽3 A和A 又抽了 好了 麻煩的是這個 2X-Y的二次 Y-2X 好了 這個怎麼搞呢 如果你想穩陣一點 不厭其煩地 我們專門處理這個 等於9A 因為後面那個 應該不是太難的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我們特別看看 這個是Y-2X 不搞它 前面 其實你可以轉的 因為剛才不是說過 如果是2次的話 A-B的2次 和B-A的2次 只要動裡面的東西就算了 所以你可以看 9 3 抽3 A 抽3 A Y-2X Y-2X 當然可以抽 Y-2X 好了 剩下中固號 先放中固號 有甚麼 發覺不需要用到中固號 你便拿去 然後 再放小固號便可以 好了 Y-2X 記二次 Y-2X 就抽了 Y-2X 剩下 Y-2X 剩下 9 抽了3 還有3 A抽了A沒有 Y-2X 2次抽了一個 只剩下 Y-2X 好了 3A抽了出來 這個又抽了出來 沒有東西了 即是減1 減1 這個減1是跟它 這個減1 是跟這個的 好了 這個也要拆開 因為我們說 每一個括號裡面 都要乾乾淨淨 不會再有括號 因為你再有括號 即是可能未完成 3A Y-2X 這個就是3Y-6X-1 OK 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是例子3 又要叫你Factorize A part 24X-Y -4XY 加6 好 跟回步驟 這個步驟我經常提醒 要檢查四個 順序檢查 當然 你如果頭一兩個已經完成 沒有問題 第一 照樣要問自己 有沒有東西可以抽 你發現就難一點 24X-4X-6 好試抽過2 或者是抽過2出來的 但你發現Y是配合不到 即是沒有東西可以抽 所以 你檢查過第一次 沒有東西可以抽 就可以了 然後再問 那需要分組 現在這裡 你要數到多少項 這裡就有1項 2項 3項 4項 是有4項 有4項 即是要分組 要分組 先嘗試2-2 因為如果牽涉到3-1 就一定是用恆等式 OK 2-2 怎麼搞呢 你看看 你也要partner 24X 如果你拍過-Y 基本上不要很下場 24X拍過4XY 起碼都會有些東西接近 你不要找一個完全沒有相關任何東西 即是你和我完全沒有任何東西重疊的 沒有理由這兩個部分 我們24X 第一時間就是分組 先減4XY 然後排位 前面一組 後面呢 你可以寫回-Y加6 後面那個可以不用這麼快下固號 可以就這樣抄就可以了 後面後面的順序 前面那一組不是的 要先下固號 好 接著我們看看 這個步驟很重要 24 4 抽了 OK 要抽東西了 所以為什麼抽東西的步驟這麼重要 經常都會抽的 24抽了那個4 總之可以抽個4出來 XX 抽個X出來 好了 後面 24抽了4 剩下6 X抽了X就沒有東西了 後面 減要跟 4抽出來沒問題 只有一個-Y OK 好了 為什麼這個那麼重要呢 看清楚這部 6-Y 6-Y 因為我們很重視 就是 你預計一下 你做完因式分解 結果就是 很多個括號 對不對 全部東西都變成括號 所以 其實你一定有過程就是抽東西 抽東西是幾時都要抽的 好 那你想想 後面的東西看著它 負Y加6 這個樣子就不太漂亮 但是 怎樣叫漂亮呢 就是 如果我可以撿一撿它 令到它跟之前這塊東西 可以互相配合 是有些東西 一樣的話 其實你要做下一個步驟 就會容易很多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 我撿一撿它 加6-Y 沒有分別的 減Y加6 和加6-Y 是一樣的 好了 那你再加上括號 你會發現 咦 那我終於有東西重疊 那就可以 抽了 再抽 因為這裏是說 雲觀 這裏是一塊 這裏是第二塊 OK 好了 6-Y 先抽出來 馬上下括號 只剩下什麼呢 4X 加1 就是這樣 OK 這個是A部分 好了 B部分 5X2次 加10XY 加15XZ2次 OK 變成這樣 好了 第一時間 你看看 5X 10XY 15XZ2次 30Y 2次 好了 你看看 50 15 30 記不記得 這個策略就是 第一時間看看有沒有東西抽 在這裏是有東西抽的 是一定抽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 次序重要 因為這個是最優先的 如果有東西抽 所有東西一定要抽了 才做下一步 什麼分組 好了 5 大家都有 X 大家都有 對不起 不是大家都有 有一個沒有 有一個沒有 所以這裏 首先抽了5 剩下 這些很簡單 X2次 10除以5 剩下2 XY 15除以5 剩下5 剩下3 XZ2次 30除以5 剩下6 YZ2次 OK 好了 接著 你就可以看看 裏面 要分組 裏面四個東西 外面的5 在外面等 有它在外面等 我先下中套 好了 那我分組了 這次怎麼分好呢 至少我們沒有一種特定的分法 只有一些肯定不成功的方法 肯定不成功的方法 就是 你選擇那兩個 大家都沒有共同的東西 那怎樣合在一起呢 是吧 譬如說 這兩個可以不可以呢 X X 起碼都有X 應該可以的 抽了X出來 接著就是 X 只抽了X 只剩下X 2XY 加的 加好 X抽出來沒有了 只剩下2Y 前面是 X加2Y 好了 去到你後面做的時候 其實你會期望 是有些 前面發生出現過的東西 是在後面會再出現的 OK 好了 後面這裏分組 也很自然地 3和6當然是抽過3 X 沒有什麼抽 Z二次抽得出來 抽過Z二次出來 括號 即是當你可以抽的 就全部抽出來了 又補回了 3抽了3沒事 即是沒有什麼 Z二次抽過Z二次 只剩下X 好了 6抽了3 只剩下加2 加 3 Z二次抽了就沒有了 只剩下Y 好了 劇情需要就一定有些東西一樣 好了 就變成 5 這裡 X加2Y 括號 再看回 抽完出來 只剩下X加3Z二次 OK 給大家一個挑戰 你回去想想 如果你沒有做到 一開始抽的步驟 你去後面做的時候 你會 不是做不到 都做到的 但要小心一點 你還是要多抽一步 其實你抽的步驟是避免不到的 所以呢 我不是鼓勵你不抽去做 我是鼓勵你要先抽 不過你可以試試 你不抽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去到後面的時候 會不會容易錯一點呢 好了 例子4 叫你這塊東西 嘩很多東西 六塊 好了 六塊的時候 你又要判斷了 六塊 你要分成多少組呢 六塊的話 六塊的話 其實你可以分成3加3 或者2加2加2 其實最好都是2加2加2 這樣去處理 可能會好一點 好了 看一看 看看怎樣分成呢 這裡 3個AB D 加5個BCD 減去2個ACD 減去6個AB 減去10個BC 加4個AC 首先第一件事 照檢查 有沒有東西是大家個個都有的 個個都有的 你會發現這次很難 它這麼多 有6個人 是不是 你要個個都有 那樣東西是困難的 越多就越困難 所以是比較困難的 好了 接著怎樣做 就要想分組 想分組是否亂來 如果是4個分兩邊 其實就應該很難錯 但如果有6個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可以3 3或者2 2 OK 3 3或者2 2 你要想一想 其實有些提示 提示在哪裏呢 就是它的數字 3 5 2 6 14 3 5 2 6 14 那你們想一下 我怎樣配合會比較好 當然啦 這裡也考考你 就是那個 數字的敏感度 例如就是 有些數字 你一定要優先想 例如5 因為它是單數 加上它如果要找東西跟它拍 那就是要找一個 有5是因素的數字跟它拍 那你會發現 全世界只有它 5和10 5和10的比例就是1比2 所以紫色這兩個應該是一組 另一個一組的應該是1比2 那你有些微目了 如果是3 就應該配合6 是不是 1比2 另外就是2 就應該配合4 這個就是關於數字的感覺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做的 就是想清楚 不要馬上去埋頭虎鋼去計算 你要去想清楚 那我知道要分組了 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教你背了 你第一件事要抽東西 沒有東西要抽 你就要想分組了 它又符合條件 因為它是6個東西 4個或以上就要分組了 那好吧 我們搏在一起 首先就是3個ABD 減去6個AB 這個叫做一組 OK 接著 加5個BCD 再減10個BC 這個叫做第二組 接著 後來 有個 減2個ACD 加4個AC 這個叫做第三組 好了 接著要逐組 都要做 3和6就抽過3 A和A抽過A B和B抽過B 沒有特別 是嗎 立即顧好 剩下D 剩下D -6抽了3 剩下-2 A和B就沒有了 D減2 這個很關鍵 即是 你預計後面也有D減2的東西 否則不能做到 好 接著 接著 第二組 加5和10 這樣就抽5 B和C 大家都有B和C 先抽出來 然後 5個BC 只抽出D 剩下D 又是負2 B和C抽出來 沒有東西 又是 劇情需要 一定要有這件事 到最後 這個 有點麻煩 你發現 前面 你做的都是小號碼 先走 這裡也是小號碼 不過有個負 我怎樣 我會強行來 我會 強行抽個負2 A和A C和C 都是抽出來的 即是抽個AC 再負號 先下負號 這是有少少要留意的地方 負2AC 抽了負2AC 沒問題 只剩下D 加4 抽了負2 即是加4除負2 只剩下負2 AC抽出來沒問題 所以 都是有D減2 大家都有D減2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先去D減2 接著下負號 3個AB 加5個BC 減2個AC 這樣便完成 這是第四條 好 接著是例子 這個第五條 比較深一點 這個就是 A part都還可以 只有4個東西 4個東西 AB加AC 減B2次減BC 4個東西是輕鬆一點的 你找一個合理的partner 就可以了 那我投2個 大家都有A 那我抽個A出來 那你有呢 B加C 剩下B和C 後面 你期望有些B加C出來的 所以 負B2次減B 你應該抽B C 應該抽B出來 負B2次 抽了負B 還有一個B 除以負B 除以負B 只剩下C 好 然後 B加C 抽出來 接著就是 A減B 剩下A減B OK 好了 partner B 它叫你 用A的結果 因式分解這抽 你發現 你會這樣搞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有點難度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首先知道 我怎樣用A才行 這條是很深的 好了 怎樣用A呢 你就對一對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對位 你首先就發現 A有4個東西 B有6個東西 那我怎麼辦 不用擔心 你想一想 有什麼是像 當然你說好像沒有什麼像 也不是的 你想一想 其實它是不是有一個減 我第一時間看下去 就是這個東西 減B二次 然後就減 x加1的二次 是不是 好了 即是說 你心目中 這個B 應該是x加1 OK 這個B應該是x加1 行嗎 好了 然後 然後 那A是什麼 那 C是什麼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後面 這個是B C 這塊東西 這個是兩塊東西 但你要小心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想想 你代了這個 假設它叫做 b加1 所謂x加1 的二次 後面 x加1 的二次 那這個應該是x加1 乘一塊東西 叫C 好了 那你看看後面 如果我x加1 乘C 對這個位 那你拆開的 應該變成這樣 負x 這個東西變成這樣 負xc 減去C 那如果你這樣看下去 咦 這個C 就應該等於Y C 就應該等於Y OK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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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 x 2 再加 x y 這裡有三塊 我當我都解決了這塊 那你應該很自然就會問 那A是什麼 A是什麼 那你又對一對 又對一對 又對一對 如果前面 A是不知道什麼 B是x加1 OK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x加1 然後 A這個 C 是y 那你又對 它是y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 是 加x 唯一有y 還不是他 是不是 那你心目中的A 應該是x 來的 OK 好了 它叫你恩識分解這抽 哇 這個是很困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 你也是抄回題目 x2次X加1 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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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加2 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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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加2 x加1 不需要抄搜索 直接代 代 A等於X B等於X加1 C等於Y C等於Y 進入A部分 有什麼呢 左手邊 代入A部分的結果 這個 結怪這個 代數要小心點 A就是X 我這樣寫 AB加AC -BC 就等於 B加C A-B 是不是 好了 我代數了 A是等於X的 A是等於X 所以這個是X 這個是X A 後面呢 這個是X 好了 這個解決了 到B了 這個是B X加1 這是X加1 X加1 X加1 連X加1 X加1 跟X加1 最後,C是Y 即是你的Y 這東西是Y 即是你有Y,Y,Y OK? 這東西是甚麼呢? 如果你再寫下去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題目 因為這東西 整項都爆開之後 就變成這項 那你就有X2次 X2次 加去X,加去XY 減去X加1的2次 再減去XY 減去Y 不夠位 減去XY 再減去Y 就等於 我寫在這裡 等於這裡 左邊這個 這個 就等於 X加1加Y 即是X加Y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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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X減X加1 即是 X減X 沒有了 負1 有負1在前面 即是 即是 寫好一點 寫在這裡 負1 最後 就變成負 X加Y加1 這個東西 這個是困難的 功課沒有那麼深 但是 留意步驟也是這樣處理